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这个民主社会的台湾呢 已经在立法院当中推动同性婚姻的法案 如今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 是否将对中国的同治权益产生推动的作用呢 我们将请专家进行分析 另外我们看到声称要杀死黑人的白人青年狄伦鲁夫 在南卡罗兰娜州一间非洲裔的教堂 开枪射杀了九个人 而且呢他在社交媒体上展示挥舞着联邦的旗帜 引发了对正面旗帜的争议 目前有几个南方州的政府以及议会讨论 要将联邦旗取下政府大楼 但是同时白人至上组织3K党 也预计将带着邦联旗上街集会 邦联旗的象征意义为何 这些争议要如何解决呢 在节目当中将请专家来进行解读 而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 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 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在进入讨论之前 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许波 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 许波 谢谢要议 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 星期三走上街头 参加年度七一大游行 游行人士要求重启香港正改方案 修改基本法 好 下面是美国之音 BOA卫视的报道 这是在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方案 被立法会否决后的首次大游行 游行市民下午三十半左右 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 前往香港特区政府总部 有游行人士撑起 象征去年大规模抗议行动的黄色雨伞 还有人打出重夺香港未来 不信任政府等横幅 今年七一游行的主要诉求 包括重启政改 修改基本法 踢走委员会等 七一大游行是香港自主权 移交以来最为持续的 大型抗议活动之一 去年有多达五十万人走上街头 要求举行真普选 但今年组织者担心 北京力挺的正改方案 被香港立法会否决后 是会缺乏凝聚和动员市民的 紧迫议题 所以人数有可能会大幅减少 一位参加游行的年轻人说 香港人必须在这个时候 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每年七一游行并不是意味着 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一切 但是我们必须要表达我们的理念 就像六四天安门镇压时 那个站在坦克前的人 并不是他不怕死 他要表明我们的思想是不能被控制的 一名34岁的小学老师说 香港近些年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觉得一切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 虽然你都很难觉察到 但是回顾一下18年前 你就会发现 现在和那时候相比 变化是如此巨大 另一位抗议者也说 现在香港完全是一国一制 坦率地说 我不认为我们今天是一国两制 而是一国一制 他们天天在电视上播放国歌 好像是在洗脑 政府认为香港人不爱国 他们认为除了爱国还要爱共产党 但是爱国和爱党是两回事 早些时候 香港政府举行了纪念主权移交 18周年纪念日的升旗仪式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说 香港政权被否决是错失了 发展民主的重大机遇 美国之音BOA卫视报道 在给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长的 一封信中暗示 希腊准备接受欧洲委员会 就发放新救助资金 提出的大部分条件 新闻机构是星期三 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的 此时据欧洲各国财长 举行电话会议 讨论希腊的最新请求 还有几个小时 信中暗示 希腊可能比先前 更愿意接受债权人的要求 在星期三晚些时候的 电话会议中 欧洲各国财长将讨论 希腊提出的 324亿美元 资金的要求 好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 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第二位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我是黄耀义 6月26号星期五 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做出判决 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 美国国内外的支持者 还天洗地 同时有反对者提出批评声音 但是也有部分宗教界人士 表示支持同性婚姻 而同样属于华人社会的台湾 已经目前在立法院当中 推动同性婚姻法案 包括了高雄 台北等多个主要城市 也已经推出同性伴侣的登记 如今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 是否将对中国的统治权益 产生推动的作用呢 今天这个话题 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节目讨论 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科技研究员韩联潮博士 韩博士欢迎你 谢谢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 国会记者杨诚 杨诚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好 虽然我们的观众 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 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 一起再参加话题讨论 不过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同性婚姻争取的一个年表 美国同性婚姻的权利业争取 有超过40年的历史 是一段漫长的历程 我们先来看这段历史 在1970年 有一对明尼苏达州的同志伴侣 Baker跟McDonald 因为申请结婚被拒绝 所以向法院提出告诉 但是以败诉收场 1975年 科罗拉多州发出结婚证 给六对的同志伴侣 但是之后被法庭驳回 之后还是有不断的 同志伴侣一直努力 但是他们的围裙活动 却引起了反对者的反弹 开始在各州以法律或是修宪案 来禁止同性婚姻 那我们看到到1992年的时候 美国有九个州禁止同性婚姻 而到1999年的时候呢 禁止同性婚姻的州 已经到达了37个州 不过随着时代演变 情况也逐渐地在改变 到了2004年 马斯托瑟州成为美国第一个 承认同性婚姻的州 而到了2008年 同属于新英格兰地区的 Kennetic州 成为美国第二个 同性婚姻合法的州 在2009年呢 我们看到是爱达河州 以及弗蒙特州相继 让同性婚姻合法化 自此呢就看到 美国有四个州 是同性婚姻可以合法的 在2013年 美国最高法院则认定 捍卫婚姻法违宪之后 就越来越多的州 加入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行列 到了2014年 全美仅有36州 承认同性婚姻 而我们看到15年前 是37个州 禁止同性婚姻 由此呢 可以看出时代的转变 而到了2015年 6月26号 也就是上个星期五 美国最高法院判决 让同性婚姻在全美 50个州都合法 美国就此成为 世界上第21个 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此举不但让美国的 同性恋维权人士欢欣鼓舞 更是振奋了 世界其他国家的同性恋维权人士 同时呢 看到全美各地 有很多的同志情侣 在这几天蜂涌到法院结婚 有些是在一起超过 五六十年的终身伴侣 有些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不过有些比较保守的州 如德州 堪萨斯州还在质疑最高法院判决的法律效力 所以就法律而言呢 我就想要来请教一下韩天超博士 在这个法律方面呢 是否因此这个判决就确定了 全美各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 在婚姻的权利上面拥有相同的权利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 这个这次的判决呢 是五比四 来确定这个同性恋 这个基本的这个这个结婚的权利 那么这个权利呢 据这个大法官 肯林迪大法官 他的这个判决书里头讲 提到的就是说 根据联邦宪法 那么联邦宪法中的这个 所谓正当程序条款 和平等保护条款 那么同性恋者呢 有这个结婚的权利 如果是不选许他们结婚 那么就违背了第十四修正案的 这个这个这个要求 这个结果呢 就是说在美国全国 尤其是这个十四个州里头 不允许同性恋结婚的 这些州里头呢 那么首先就是可以允许 他们在那些州里头结婚 同时呢 还有一些已经结了婚的 很多像阿拉巴马州 说你不能这个 还要等到最高法院最后的判决 你的这个结婚的 这个才最后变成这个事实 这些人呢 马上就能够得到 所谓的法律保护 还有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有些个州 比如说完全禁止同性恋的 就他们这些法律要被废止 还有一些是在州外结婚 那么在那个州里头 在外州结婚 在这个州得不到承认的 也必须得到承认 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法律的过程大概是这样 但是是不是会马上 就会实现呢 可能还有一段过程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在德克萨斯州很明显的 那个他的这个司法部长 就已经表示了 要求所有的这些 个法院的工作人员 不要给这些个 重新恋者 签发结婚证书 那么他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有可能 就是蔑视法庭被起诉 那么这个司法部长说呢 不要怕 我们可以有很多这个律师 来支持你们 跟你们帮助你们 在一起打 打官司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请教杨诚之前 我在请教韩博士 就是说在法律上的平等 是不是指的是说 在所有的 例如说婚姻的权利 这个共同财产制啊 移民权 遗产等等的 医院探视权 也一律都同时平等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但是呢这个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比如说有些个像 Thomas他就是大法官呢 他有一个非常很明确 他说这个正当权程序 只是保护你 不受这个政府的行动的 一个影响 但是呢 并不保证你能够获得 政府的这个福利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是 这是他的所谓的意义的这个意见 但是并不影响 现在的这个法律判决 给予所有同性恋者 应该获得的这个权利 和这个福利 是 谢谢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杨诚 我们看到就是 刚才提到的肯尼利大法官 他在判决书当中 受到这个中国媒体关注 是他引用了孔子说的话 是李奇政之本 那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那这一次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 我们看到在中国 也引起很大的反响 那包括我们知道 像那个很知名的艺人 同志艺人蔡康永 也在电视上讲了这个事情 就落泪了 所以我想请问你说 中国的朋友 对于这一次美国最高法院判决 这个同性恋合法化 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我这次还挺惊讶的 因为上个周末 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的时候 我那时候正在沙滩上度假 当时就觉得我拿着这个iPad 就听到那个微信圈里 滴哩当当的就在想 有很多人在转 后来我一看很多都是 中国的那些朋友圈里的 都在转 我当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他们非常关注这个消息 因为以前也美国最高法院 也做出过别的判决 或者说美国有什么大的新闻 没见得有人这么转 就后来果然 然后你再去看中国的一些报道 尤其是让我很惊讶的 这个是不是南方日报 把那个整个肯尼迪 不是那个罗伯茨大法官 他是反对意见 逐笔 整个就翻译过来 这么快的时间 26号做出的判决 他们好像第二天 或者第三天就翻出来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说这个事在中国 其实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当然我没有看这个官方媒体 怎么报的 就是我们找出来一些 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吧 我不知道这些 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这些看法 首先就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一些中国的名人 我们来看看这个 李银河 他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OK 他是这么 我念一下 我们这个图表没有出来 他就说在美国批准 当然他是支持的 同性婚姻之际 再次看出同性婚姻的提案 盼望中国早日批准 这个同性婚姻 我不知道他这个意见 能得到多少人的赞同 那还有就是说在中国 有一个这个著名的电影演员 叫袁立 他是应该说 我觉得他这个意见 是反对同性婚姻的 他说同性恋是一种罪 但是对于同性恋者 他们本质上是和我们一样 都是完全堕落了的罪人 他是从这个宗教的这个角度 去看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这些都是名人 所以他们一提出 发表这个意见的 也引起很多 然后别的人也跟着 就发表意见 有的是说 你不该说这个话 有的是说赞同 但是可见在中国 这个话题确实讨论的是 非常地热烈的 对 是 谢谢杨诚的介绍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在网上 有一些这个华人基督徒 发表了公开信 说要抗议 美国同性婚姻的合法 那美南教会的这个牧师 郭宝胜牧师 在推特上 对这个行动表示了反对 并且担忧这些基督徒 遭到中共的利用 现在我们透过Sky视频 来连线 人在新奥尔良的 郭宝胜牧师 请他说说他的看法 郭牧师你好 郭牧师的连线 好像有点问题 听不到他的声音 好 我们可能稍后再跟郭牧师 做连线 因为现在他的连线 有点问题 不过我们再回到 我们的现场来讨论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说 其实世界上 早就已经有20个人 20个国家 已经通过同性婚姻了 然后美国其实21个 已经算很晚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韩联潮博士 就是说美国其实 在这方面 已经不是先驱了 但是我们看到说 很多的反对者 美国国内反对者认为说 同性恋一旦结婚的话 就会破坏婚姻制度 那破坏了婚姻制度之后 异性恋的婚姻 也会遭到破坏 那现在的美国 同性恋者可以结婚了 未来 可预见的未来来讲 对于美国的异性恋者的婚姻会影响吗 那我们看到像加拿大瑞典这些的其他的国家 他们已经合法很多年了 他们当地的婚姻情况是否有受到影响 这个现在就是我们已经知道 已经36个州 包括37个州 就是已经合法化了 那么这个对社会影响造成多大影响 可能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 那从宗教的角度呢 尤其是基督教和穆斯林 这个伊斯兰教看法可能也不一样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说他 我们现在可能还不能完全充分的来评估 这个对社会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样的 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这是他的立国的基础 那么基督教在圣经里头是很明确的反对 这个同性恋的 因为是一男一女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结合 才是婚姻的定义 宪法本身对婚姻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定义 那么各州呢 是根据自己来做出定义的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就是说美国的 你前面提到整个的这个民意啊 已经在发生变化了 那么过去的是相当多的人反对 60%的人反对 现在倒过来了 60%人支持 40%人的反对 但是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的这个热门的话题 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 很像过去那个堕胎 就是这个Role vs The Weed 那个案子一样 可能会对美国社会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争论 但是我觉得这里头争议最大的问题啊 现在还不是说基督教或者反对这个同性恋 现在是基督教担心 因为在这个肯尼迪大法官的这个判决书里头 他讲得很清楚 那么宗教基于宗教的原因要反对这个同性恋 也是可以的 也是允许他们倡导这个异性婚姻 反对同性婚姻的 这个讲得很清楚 但是呢 他下面涉及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像基督教大学里头 你会不会允许这些一个同性恋 学生在你这个校园里头结婚 那个不允许的话 就会涉及到他们的这个是不是违宪 是不是违犯法律 违犯法律的就会涉及到他的这个税免税号的 免税号的这个地位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这些很多商业界 比如说我是新的养基督教的 我又是从事这个婚姻这个服务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反对 我是不是可以 因为这个原因 我拒绝给你来服务同性恋的这个婚姻进行服务 这些都是可能就是未来要争议 要讨论 要辩论 可能引发很多争议的一个主要问题了 其实你提到这个 我就想到说最近我看到 这两天在有一个新闻 是有一个这个五金行 他在他这个窗口 然后在那个田纳西州吧 他窗口贴了no gig allowed 就是说同性恋不准进入 就身为一个华人 那我一看我第一个反应 就是好像当年的 中国人与狗不准进入 是一样的感觉 不过现在我们这个郭宝生牧师 已经回到我们线上了 那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美南教会的郭宝生牧师 就是您提到这个 一些华人基督徒的公开信 来反对同性婚姻 然后您对此不同意见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请说 对 这是他们中国基督徒 发起了一个叫做 红阳修齐之品 常为婚姻正道 这样一个声明呢 我作为基督徒 还有作为牧师呢 当然反对这个 同性婚姻和法化 但是呢 他们发起的这个声明呢 有三个不妥之处 第一个呢就是在中 是 然后看来郭牧师的连线 不是很稳定 那我们再回到现场的讨论 其实我倒是很想听听郭牧师 等一下有机会问他 就是为什么他从这个 宗教的这个角度说 反对这个同性婚姻 是基于什么样的道理 对 不过杨诚我也想问你 就是你也提到这一点了 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宗教界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在这个法院判决之后 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 它是反对的 当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教会 都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但是我们看到 比如说美国的长老教会 就是美国很大的教会 还有圣公会呢 这几教会马上就表示说 他们是赞成的 也欢迎同性恋者 到他们的教会里面结婚 我们看到这个 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 达赖喇嘛呢 也在2014年就已经公开表示说 只要伴侣认为是实际的 能够彼此满足 双方完全同意就OK 所以我们看到 不管是在这个 达赖喇嘛讲话 其实蛮有意思的 然后所以说 不管是今天可能在某一些的 这个基督教的 一些不同的教会 或是在佛教界 或是在其他的宗教方面呢 都有不同的看法 那杨诚你可以介绍一下 为什么宗教界 有这样的分歧吗 那在未来的话 是否会越来越多的 这个不同的宗教会 来接受同性恋的权益呢 其实现在我是在想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这个 对同性恋婚姻的态度 不光是这个宗教界了 可能还有就是后来教会 也开始接受那些 什么同性恋的这种牧师 对吧 还有女牧师之类的 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态度的转变 我都觉得这几年 就这十年之内 人们对这个同性恋婚姻的看法 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是过去 你想想十年前 好像很多还不敢说这个 这还是个禁忌的话题 这几年突然之间 你看这么多人在接受 但是你刚才讲到的 这个有60%的人支持 其实这也和政治很有关系 我觉得 就是说这几年 为什么这个同性恋 这个运动推动的这么快 也和他们自己组织的非常好 还有一个 他们参与这个政治运动 比如说他给这个政治 政治人物捐款 影响这个政治选举的结果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说 现在所谓的这个60%的人支持 但是你要细看 是怎么样的支持 谁支持的多 当然是这个民主党人 支持的比较多 共和党人支持 你去看他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几的人支持 可是民主党人可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支持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谁呢 独立派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图 这个民主党人支持的这条线 这个独立派基本上随着他们 比他稍微低一点点 然后很明显就共和党人在这个底下 百分之二十几之间徘徊 但是这个独立派基本上是和这个观点和民主党人是一致的 所以说在现在在美国这个同性恋支持的这个比率这么高 当然在同性恋者的这个团体和支持他们的人在背后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也和美国的这个政治选举有很大的关系 对 韩博人 我想这个宗教方面 比如说宗教呢 是这个不一样 打来哪妈支持这个 因为在西藏 宗教对婚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解释 因为你知道在西藏本身 它这个地理环境 一夫多妻 一妻多夫 这个情况非常突变 它是因为那个情况造成的 那么基督教里头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圣公会 它本身就有很多 同性恋的这个牧师 但是呢 福音教派 基督教福音教派 这是美国的主流教会 新教 他们是完全按照圣经的教义 里边怎么讲的 他们就怎么样去做 所以呢 这个天主教在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还是有所不一样 天主教因为认为 结婚本身就是一个 传代 接踪传代 生子幼女的那样的一个过程 但实际上在天主教 已经发生很多变化 我们知道这三个大法官 都是天主教教徒 这个罗伯茨 还有斯卡尼亚 还有那个阿利托 他们都是天主教的这个成员 所以他的思想肯定很明显 就会受到这个天主教的影响 但实际上天主教里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天主教里头的这个很多教会 它的机构组织都已经开始给同性恋同样的这个福利待遇了 真正反对的很厉害的就是新教教派福音教派 他们是完全按照这个圣经的要求来讲的 就是说你不应该有这个 婚姻就是应该一男一女 那么美国的传统帝国 你看就是从这个几千年来 历史上多少年来 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他们一直坚持 不愿意放弃这种信仰 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为什么大法官肯尼迪表示 你这个基于宗教 你也可以反对 但是一时难教的这个反对的程度 对于那就更厉害 他认为你这个同性恋 是完全动摇了上帝的这个宝座 上帝的这个基础基石 所以他的比那个圣经里头的提法 可能要更加严格 为什么很多这个反应比较激烈 可能也是这个缘故 待会我们回来回来讨论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郭牧师又回到我们线上了 我们来听听郭牧师怎么说 郭牧师请您简短来讲一下 为什么您反对所谓这个 一些华人基督徒的公开性呢 刚才对不起 两些有些问题 我反对主要是三个理由 一个是在中国呢 有很多的堕胎啊 计划生育 严重破坏家庭龙里的事件 中国基督徒为什么不反对 而且这个在中国菜式架运动 这么这个剧烈 他们为什么不签名反对 他们完全就是捡那个软湿子捏嘛 反美国政府的话 反美国的话 在中国呢 不仅政府呢 不反对 一些政府支持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说 这个公开性的题目呢 是弘扬 修其之品 捍卫 红淫真道 就是说他反对的理由 是基于传统文化 就是修其之品啊 修身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所以他是以这个传统文化呢 来反对这个同性人 这个世界也不符合基督教的信仰 整个声明里面呢 没有依据的圣经的这个经文 他把这个传统文化呢 告举出来 而且说是传统文化和基督信仰的相融合 你就看到 他很显明的呢 是做这个传统文化和基督信仰的这个融合 你借这个反同性恋的合法化的名义呢 是要把这个基督教中国化 基督教传统文化相融合 这样一个主题来推出来 非常符合官方的基督教中国化政策 第三个呢 这个世界呢 就是说 他们看出就是说 美国呢 是这个衰落 中国在崛起 中国要承担 复兴这个全球这个家庭隆理的责任 中国基督徒要担负这个大国崛起啊 或者中国们的责任的 你看到他的整个文本呢 是很符合中国们的这样一种 官方的一种思维 借所谓的这个反同性恋呢 来强调这个中国的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 所以显然这个声明呢 是这个中国的一些爱国爱党 一些红色基督徒啊 迎合官方的一个声明 借这个事件呢 是强化这个三字会官方的信徒的 所以我从这个立场上反对这个声明 虽然这个声明现在有几千个 上万个中国基督徒签名呢 但是他提出这个反对的立场啊 依据啊 是值得思考的 好的 谢谢公公司给我们进行的介绍 公公司刚刚也提到 所以这个给我们介绍的 这个华人基督徒公开性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刚才再回到我们现场的讨论 其实刚才韩博士您也提到说 在例如说像伊斯兰教是一个比较 极端的一个做法 我们看到其实就在这个 上个星期五判决 最高法院判决之后 这个伊斯兰国 他们就猝死了 这个四名的同性恋者 因为他们的做法是很残酷的 是把人带到这个高楼顶上 推下去让他们活活摔死的 那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其实世界上有一些国家 他们认定同性恋是非法的 例如说像伊朗 沙特阿拉伯 也门 苏丹等国家 主要都是以宗教 就是您讲宗教立国的极权国家 在那些国家 同性恋会被处死刑的 那我们看到在俄罗斯 同性恋是非法的 在这个东奥的时候 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冲突 那相比之下 我们看到现在 同性恋比较合法的一些国家 如美国 加拿大 荷兰 爱尔兰 瑞典等等 都是属于民主的国家 那刚才杨诚也提到说 其实同性恋的合法化 跟政治有所关系 请问一下韩博士 这个同性恋的推动 跟民主政治 是否有一定的观点 民主政治当然允许任何人 自由表达 自由结社 对不对 要求自己的权利 但是我想 这个很明显的 在这个集权社会里头 在宗教集权这个国家里头 都不可能发生的 我觉得同性恋者在美国 实际上也是经过了长期的努力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所以呢 当然这只可能在民主国家发生 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 好像在中国实际上对同性恋开始 也有所进步了 因为它首先是 至少可以公开讨论 对 对 不反对 不提倡 还有一个什么三步 就是说反正就是说不提倡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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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但是至少是他有一个不反对在里头 对 那么就至少还可以公开地进行讨论 但是呢他认为这个 制定立法可能还是太超前了一些 对 这个可能还没提到意识日常 还不能提到这个对线 对 但我觉得我倒是有一个看法呢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判决里头啊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当程序 这个条款 大法官 肯利的大法官呢 他说这个正当程序呢 是基于这个正当程序和平衡保护的 对 十四修正案的 对 十四修正案 但是呢 他的这个法理的这个思辩啊 实际上是有些问题的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在立法的时候 在立国的时候 那么对婚姻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 对不对 那么后来呢 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利 那么最高法院呢 是有一个标准来决定 他这个权利是怎么样的 这个权利呢 是怎么样来决定的呢 那就是说基于历史和传统 对 那么很明显 同性恋不是美国的历史 也不是美国的传统 所以他在这个法理上面 它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 对 所以我就 我想我就最后讲一句 就是实际上呢 应该是国家呀 政府不应该介入这个婚姻 应该让地方 对 宗教来决定他的这些一个 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 其实我刚刚想请问一下 韩伯玲 你最后的那个结论的部分 你说 同性恋不是美国的历史与传统 但是我们相信说 从古到今都应该有同性恋者 不管在中国 在美国 在当年很多人 就是在谣传什么 林肯是同性恋 还有一位总统 他是终身未婚的 有人也谣传 他是同性恋者 所以说 是不是其实 以前也是存在的 只是他的权益没有被提出 他的问题 没有被提出讨论呢 对 我想因为一个 首先同性恋 他本身是非常非常 人数非常小 在美国看最近提到的 大概是1.6%左右 所以他总体的人数比较少 过去传统上 因为主要还是强调 传宗接代 生儿育女 对不对 婚姻 然后觉得这个婚姻的 整个过程 需要一个家庭的 一男一女 这个家庭结构 才能够严繁下去 那么同性恋者很明显 在各个社会 虽然在中国社会 古代上面 也是比较容忍的 但总是没有得到 这个主流社会的 这个认同 所以我想可能有 很多的这个历史原因 宗教的原因 加上宗教的一个 一些一个教义 这个要求 所以越来越受到 这个压制 因为 但是呢 尽是因为这样一个 历史传统 和历史和传统 其实呢 这样大的一个问题呢 最好是通过 更普遍的一个辩论以后 那个大法官 洛伯次呢 就讲得很清楚 所以应该 这样的重大的问题呢 最好还是要 地方立法 一个地方立法 而且我们 他说我们这个 最高法院呢 主要是检视法律 我们不是在 制定法律的 对 所以他这个 他讲得很清楚 您现在点到 我想最后 也是说一句 在美国 其实这是个 很热议的话题 就是说 最高法院 有没有权力 做这个判决的问题 其实这几个 反对的几个大法官 都提出这个问题 而且用很强烈的词句 罗伯次大法官 和这个阿利托 和这个斯卡利亚 托马斯 都说你这是把五个人的意志 强加于美国 这个话题 我想还会争论下去 还涉及到这个 第十四修正案 其实是美国这个 解放黑奴以后 他是说所有的人 我们最知道的 就是说他说这个 出生地的这个原则 就是说你出生在美国 就都是美国公民 实际上当时是保护这些人 然后他说的这个 正当法律程序 就是说国家 没有正当法律程序 不能剥夺你的这个权利 所以现在很多这个争论 法律界的人就说 宪法它的意思 根本不是你 肯尼迪大法官 解释的这个意思 他并没有 所以这个 罗伯次大法官 说的一句话说 你们去尽情地去庆祝吧 但是不要庆祝 宪法的胜利 因为这和宪法 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我还想补充一个 你刚才说 他引用了孔子 在中国因为引起了 很多争议 就是孔子 没有支持同性恋吗 不光是肯尼迪 所以大法官说了 孔子说了 婚姻是这个政治的基础 对吧 其实这个罗伯次大法官 好几个大法官 都提到中国的 这个文化的元素 罗伯次大法官 在反对词里 他说你们难道 五个人就要推翻 这个人类几百 数百万年以来 包括这个汉人 还有很多 他讲的都是 这些古老的民族 实行了这么多年的 一个婚姻制度 你们凭什么 他说的这话 问得非常严厉 而且这个支持这一方 他们叫做多数派 是肯尼迪大法官主笔的 这几个反对的四个 一人写了一份 慷慨陈词在那 每个人都写 而且这个措辞都非常严厉 这个斯卡利亚大法官更有意思 他就直接批这个肯尼迪 说的这个引用孔子 说你把我们大法 这个最高法院 从一个非常严谨的 解释法律的这么一个机构 沦落成一个中餐馆 就是拿出那个 Fortune cookie叫千鱼饼 拿出来不是我们经常会打 吃完饭打开一看说 孔子说什么什么什么 就非常有意思 就引用了很多的这个 中国文化的元素吧 可以说 当然但这个有点误解 他并不是说孔子支持这个 同性恋了 但是也是引起中国网民 这个关注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他这个我觉得 现在这个争论的焦点 就是说这个最高法院 其实这些大法官自己都说了 我们没有权利去做出这个判决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大法官自己四个大法官都说 你们是那五个大法官 把意志强加于这个美国人民 就从而结束了这场本来 应该继续下去的辩论 是 不过我们知道最高法院的 它的一个这个作用 其实也是在这方面 不管是说枪支或什么的 所以最后还是一个 多数据的方式 而我想他也提到 其实从古到今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制度 不断地在演变 不管是民主制度 以前演变民主制度 以前是封建制度 所以在怎么样的一个演变 在社会怎么样的演变 或许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 我们现在现场很多的观众朋友 不过我还有两个问题 必须要请教两位 第一个是说我们知道 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是在这个美国的政治论 政坛上非常热门的话题 那我们现在看到 各个党的候选人 都跳出来讲他们自己的意见 我想先请教一下 这个韩博士 所以共和党 民主党的这个参选人 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示 那这样这个判决 对于2016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共和党很明显的 就是这个极右派 所谓的保守派 基本上都是反对这个判决的 那么有两个比较就是中性的 所谓的这个像布什啊 还有这个罗比亚 罗比亚 罗比亚 古巴那个古巴裔的这个参议员 他们两个呢是比较说 我们还是支持传统婚姻 但是呢我们同时的 也意识到这个有同性恋的这个存在 那我们应该尊重他们 我想可能因为布什啊 他已经在他的这个班子里头 把一些一个支持这个同性恋的共和党人 拉入了他这个竞选班子 就很明显呢 他可能会第一个站出来 支持同性恋权利的 但是这个会受到其他的这个 保守派的这个反对 我觉得会受到很强烈的这个反对 那么可能会他让他失去他的这个 选民的这个基础有可能 但是呢同时的他有可能得到 其他的独立的这个人士 或包括这个自由派人士的这个支持 所以现在还很难讲 那总的来说是这样的一个局势 是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时间有限 我们请这个杨诚间短回答一下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去年10月报道说 台湾成为亚洲同性的平权运动的灯塔 那我们刚刚才提到 台湾现在已经有同性的婚姻的法案在立法院 而且呢台北高雄都已经通过同性婚姻的伴侣登记 你觉得说同样是华人社会 台湾可以这样做的话 那对中国大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已经让人们开始讨论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在应该说从法律上来讲 我觉得根本在近期内不会提到这个议事的日程吧 影响 但是也确实我这次倒是很惊讶 就是现在这么多人对这个反应这么强烈 而且各自发表自己的 也很大胆的发表的看法 也有很多人支持说最高法院这个判决 有人反对最高法院这个判决 可能他们看这个看的 很多人看这个问题是说 那因为中国它这个宗教的这个根基不是那么深 可能是说这个会不会对这个传统的家庭造成冲击 我记得以前过去这个研究同性恋 婚姻的这个事情的学者就说 这个同性恋到底是天生的还是社会造成的 这是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但是现在没有人去过多的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 其实人的观念都是可以改变的 我自己的观念就改变过 当然我不说是哪一件事情 是真的 过去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件事情 我简直是看不下去 后来逐渐逐渐接受了 而且觉得也没什么 我觉得人的恐惧很多是来自于 It's okay 像达拉妈所说的 也是ok的 可能就是要越来越了解之后 你可能可以正式 然后面面慢慢去了解 对 所以我是觉得一个简单的道理 就是大家放开你的胸怀 就是多宽容 包容 多去听别人的这个意见 是 好的 谢阳辰的介绍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关于这个美国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讨论 只能告一段落 有很多的网友 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线上 很抱歉 没有办法接听到您的电话 稍后我们将带你来关注的是 美国黑人教会枪击案 以及由此引发的邦联齐在美国的争议 欢迎锁定收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 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 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 大家好 我是时事大餐主持人黄耀义 您想更了解美国吗 其实大家谈将在机器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DOA有问题答 对于美国的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 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只要您提出来 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题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 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 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我要上BOA栏目 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 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 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 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BOA有文必答 我们电视上见 美国之音电视 广播 网络 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 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 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 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BOA新闻应用程序 大家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我是黄耀一 21岁的白人青年迪伦·鲁夫 在6月17号走入南卡罗 南纳州一间非洲裔教堂 开枪射杀了9人 而他声称必须要杀死黑人的 这个鲁夫呢 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 展示了挥舞着邦联旗 引发了针对这面旗帜的争议 有几个南方州的议会 以及政府也热烈讨论 要将邦联旗取下政府大楼 但是同时白人至上组织 3K党也预计将在7月中 带着邦联旗上街集会 邦联旗的象征意义为何 多年来呢 是否它的意义已经遭到扭曲了呢 而这些争议将如何解决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来宾 一位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科座研究员韩联潮博士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 法律双口节目主持人亚威 欢迎亚威 观众朋友们好 此外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 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 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呢我们就先请教一下 这个亚威 邦联旗在美国 为什么引起这样的争议 它的历史跟不同的人 有什么样不同的象征意义 它象征是南方往日的荣光 还是种族主义 还是南方一个独立的一个情绪呢 那么邦联旗对不同的美国人 意义不同 实际上邦联旗是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历史产物 那它是这个南部的 这个美利坚联盟 简称邦联的旗帜 那我们知道邦联呢 他主张脱离联邦 维护努力制 最后被林肯总统领导的 美利坚联邦 简称联邦 打败了 那么今天来说呢 邦联已经不存在了 努力制也废除了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呢 邦联旗仍然处立在 一些州政府的地界上 所以对一些美国人来说 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说 邦联旗呢 它不仅是一段历史的 这个痛苦的回忆 而且也代表了 种族仇恨的这个象征 所以呢 这次枪杀案发生之后呢 这个要求撤旗的呼声 日益高涨 但是对另外一些美国人来说呢 邦联旗是南部的 这个传统和荣耀的象征 所以他们呢 就是反对把这个枪击案 和这个悬挂邦联旗挂钩 而且声称呢 这种行为是受到 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 我们就刚才谈到了 这个对不同的人 是不同的含义 两边争议很大 是 那韩博士我们看到 刚才也看到这个图片 这次这个枪击案的 这个嫌疑犯鲁夫 他在他的那个Facebook上 挥舞着邦联旗 那他也曾经说过 他说他当时 他在教会里头 他觉得他并不想杀 这些黑人 他觉得他们都对他非常好 但是他觉得说 黑人必须要死 所以他还是 最后还是开了枪 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人 会挥舞着邦联旗 作为他的精神象征呢 刚才亚维谈的很 就是每个人 对他找的那个 标志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标志的认识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呢 从他这个人来讲 他完全是一个要犯罪 一个仇恨的那种犯罪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 有正当理由他这样做 这个是完全要受到法律惩罚的 我想他很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这个 你要是在南方去啊 我最近刚刚从南方回来 参加一个婚礼 那么很多南方人呢 都家庭都打这个棋子 他这个棋子 很多人并不是说赞同 种族歧视 要维持这个奴隶制 很多人是在缅怀自己的这个祖先 缅怀这个南方的过去的这个文化遗产 认一个一种 好像一种文化认同这样的 这个情况非常普遍 那真正的像 像你说的这个 这个鲁夫这样的这个情况呢 那还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一些人 是 那亚伟 我再接着请教您 如果说今天展示这个邦联旗 跟悬购邦联旗 是否受到宪法的保障 我们首先谈一下美国宪法 哪些言论不受 这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 一个是淫秽的言论的表达 再一个呢 就是不顾事实真相的 这个恶意重伤诡谤 还有就是可以挑起 即时的这种暴力活动的言论 那么 虽然联邦最高法院 没有直接就这个邦联旗悬挂 到底是不是符合宪法 做出直接的判决 但是呢 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以往的一系列判决先例来看 他都是竭力维护 公民个人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权的 是 那韩博士 那我接着请教您 我们提到说 所以他这个是受到宪法的保障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 南卡的州长 黑利 他马上在这个枪击案之后 就自己主动提出说 要把这个棋子给移除 那在言论表达方面 公民个人 你刚说很多个人最后展示 那跟这个政府来展示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我觉得公民自己展示 是完全受到第一 要修正案的保护的 那么政府在他的这个土地上面 在他的这个财产这个范围里头 竖这个旗子 那么可能就有些问题了 但是这个判决本身 并不是针对这个旗子本身的 它是针对德沙斯州的那个车牌 车牌上面呢 你可以画上这个标志 写一个口号 那么是针对这个来进行一个判决的 那判决他当时是把他的这个范围 就是说政府的这个言论是什么 和这个自由言论 他把它做了一些区分 你能够做什么 能够不能做什么 实际上呢他的这个基本判决就是说 政府在这个这个特殊的标牌上面 这个骑车标牌上面 可以是政府的这个这个言论 那么政府可以地方政府可以自己来决定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德沙斯 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生活那么多年的话 知道我们看到一个车牌 很明显没有想到这是这个政府的一个意见 都是想到是一个个人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点缀而已 尤其是在德沙斯州呢 我想它是差不多 它是有差不多350种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这种车牌 每个都有自己的这个口号 它本身呢 实际上州里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它是要赚钱的 它是一个商业性活动 不是说是要推动鼓吹一个提倡一个什么东西 反对另外一个东西 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他联邦政府这个大法官的决定呢 就是把这个东西啊 取代 认为这个所有都是政府的这个言论 所以呢政府的可以地方政府可以决定 什么可以放在上面 什么不可以放在上面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不太符合这个第一修正案的这个精神的 是那要为我想请教你啊 很多这个反对邦联齐的人现在一个说法是说 这个新条旗其实才是我们美国的国旗 并不是这个邦联齐啊 你应该来效忠这边新条旗 但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美国的国旗 也经常我们看到很多人抗议的时候 以焚烧或是说撕毁他的一个行为来做抗议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尤其这个枪击案的凶贤 鲁夫也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贴出了焚烧美国国旗的这个照片 所以在这个焚烧美国国旗方面 这个在法律上受到谁能的保护呢 这个198几年的时候 这个就是共和党人在这个德克萨斯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 那就有一个叫约翰逊的人呢 就是焚烧了为庆祝大会而悬挂的美国国旗 那最初审法庭判他有罪 上诉法院的判他这个行为是属于象征性言论 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讨款的保护 那么1989年的时候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个判决 可是有意思的时候 国会之后呢马上通过了一个国旗法 就是说任何亵渎国旗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那么就在法律生效的当天呢 又有一个人拿着美国 就是在国会的前面又燃烧美国国旗 那么1990年的时候 联邦最高法院再一次做出判决 两次再次做出判决呢 就是说到这个焚烧国旗的做法 属于象征性言论 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但是要说需要指出的就是 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 并不是鼓励大家去焚烧美国国旗 去效法 而是说呢 这个国家如此真实言论自由 到达了一个程度呢 就是它允许对政府持不同观点的人 以焚烧国旗的这种行为来表达他们的观点 实际上美国起点对这个如何妥善的使用 以及处理国旗是有一定之规的 那我想接着请教你 另外一个焚烧的话题 我们知道有些人会焚烧这个美国国旗 那有些人会焚烧这个十字架 那我想请问这个焚烧十字架是否有受到保护 而且呢 尤其我们看到说这个 这个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个团体 3K党 他们的一个标志之一 就是焚烧的十字架 这个Branding Cross 为什么呢 那个实际上焚烧十字架的最法起源于苏格兰 他当时是为了宣战 或者是这个召集军队来这个做一个警示 告诉大家快快了起来抵御外敌 后来3K党呢 把他呢引用过来 是做一个警告和恐吓手段 我们看到历史上 常常用这种暴力和恐吓的手段 来达到这个攻击黑人呢 攻击其他少数族裔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他们聚会的时候 常常就是身穿长袍 戴上面罩 而且点燃这个十字架 那么实际上呢 联邦最高反应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个判决 1998年的时候 维基尼亚州一个3K党的头目 在自己家门前的一个户外场所 点燃了一个9米多高的这个十字架 那它虽然是公开的展示 不是针对某个人 但是仍然给过路的行人 还有邻里啊 造成了很大的恐惧 维基尼亚州法律规定呢 你任何人 如果你的这个 故意的在他人的财产 公路上或公务场所 你点燃这个十字架 你是为了达到恐吓的目的的话 那么是违法的 那这个维基尼亚州最高法院呢 是等于是宣判他无罪 说这个行为是受到宪法保护的 但是联邦最高法院说 的确没错 美国宪法的确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 但是如果你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 是以恐吓他人为目的 那么州政府限制你这样的行为 就是合法的 所以呢我们看到刚才说 我谈到的国旗的案子 还有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案子 联邦最高法院他总的来说啊 他在最大限度保护公民 言论自由的同时呢 也做到努力做到呢 就是不使这个自由伤害到 其他公民的身心的安全 正如以前的那个大法官 奥康纳所说 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呢 这个权利不是绝对的 是 接下来想请教韩博士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 黑人教堂的枪击案之后 三K党也很快有了动作 他们在当地散发传单 开始招募新的会员 并且呢我们看到 三K党这个南卡的这个分布 也向州政府提出了申请 而且获得核准了 在7月18号将会举着这个帮联旗 到州政府前面做集会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受到 言论自由的保障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个 除了这个焚烧的十字架之外 三K党跟这个邦联旗的 它的一个关系是什么 而且我们看到当时 这个三K党的南卡分布负责人 叫史皮尔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还说了 邦联旗是我们白人文化的一部分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很多南方人 可能并不认同他这个 三K党毕竟在美国是极少数 而且像这样极端的 这个种族仇恨的 煽动的种族仇恨的这个组织 在美国是非常少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通过这个东西 来招募会员 可能也不会成功 因为大部分的南方的 这些一个民众 对这点还是看得很清楚 虽然希望缅怀自己的这个祖先 希望这个记住过去的 这个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 但是他们不会认同 种族这个仇恨和种族歧视的 虽然这个里头 这个要消除这个种族歧视 种族隔阂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是我觉得美国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迈进了 尤其是你看这个南方的很多 你像刚才你提到这个南卡的这个 这个州长 他本来是反对 他之所以获胜 是反对 因为反对另外一个要求 以把那个旗子取下来的人来获胜的 这人是一个印度裔的这个州长 所以他这次完全转变了态度 那么我看到很多各个南方的很多州都采取同样的行动 表明了那么这个对这个基本上形成一种共识了 在共和党里头进行形成一种共识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个人的言论表达 应该不受任何的这个影响 而且我们看南卡最早竖这个旗子是因为是民主党为了来在1960年的时候 为了反对民权运动把他竖起来的 那么实际上后来他又偷偷的把他从这个房顶上面移到这个广场上面了 现在真正还有一个的就是密西西比这个州 他把这个联邦旗子容纳到他里头 那我觉得你就是要看他是他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仇恨 这个东西我觉得要把它分清楚 很多是情况是可能是为了纪念而不是为了仇恨 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河南的张先生 我们请他简短的以30秒发言一下 河南张先生请说 喂你好是我吗 是时间紧迫请您简短发言张先生请说 好嘞 如果没有这件事我都不知道这面就是美国南方政权的这面旧旗帜 能一直挂到今天我就感觉这个事很诡异 它这个是一个已经被推翻的旧政权 美国政府怎么还会允许他的旗帜继续在美国挂着呢 比方说要是在中国大陆挂一面青天白日旗 那就是阴谋跌付国家政权费 就是说一个国家怎么能有两面国旗呢 这件事我就感觉很诡异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假如说美国有公开表达的自由 那我在美国公开挂一面 伊斯兰国国籍呢可以吗 是好的好谢谢您 那我们请亚维来简短的回应一下这个观众 刚才你谈到了3K党 他申请集会要悬挂邦联齐 考虑到他历史上的劣迹 以及目前这个邦联齐如此之激烈 美国他仍然得到了批准 这足以说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 保护条款呢不是一纸空文 可以回答刚才的听众 是那最后我们大概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 我们请韩博士做一下总结 我们看到说这一次这个争议之后 尤其说你说这个南卡的州长 南卡的议会现在已经集 这个议员里头已经几乎要达成共识 就是要通过一个这个判 一个这个决定说把这个棋子给拿下来了 所以在南方这个棋子 是不是邦联齐我们看到会越来越少 尤其我们看到很多的商家 包括这个Walmart Amazon什么的 Siers都决定不出售这样的商品了 那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也说了 说我们可以纪念往日的这个精神与荣光 那应该是在博物馆当中纪念 民众说以后是否我们会看到是 邦联齐在博物馆当中转世 而在这个公开场域展示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我不同意他这个说法 因为这个民众表达这个意见 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表达的 那么不一定是在博物馆 因为这是历史 这是民众的意见 最近在美国独立节在纽约 他们甚至要在一个公园里头 要浑烧美国国旗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应该容纳不同意见 哪怕是冒犯性的这个意见 言论和包括标志 都应该得到容纳 这是美国的这个民主的精神 是好的 谢谢这个韩博士的分析 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话题都可以看到 说同性婚姻邦联齐其实象征 就是美国一个非常包援 非常多元的一个社会 一个包容多元的社会 因为时间关系呢 关于美国黑人教会枪击压 以及由此引发的邦联齐 在美国争议的讨论到此结束 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科技研究员韩梁朝博士 以及美国真记者 法律窗口节目主持人亚威 以上就是今天 DL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与参与 在明天节目当中将来关注 美国大学是否沦为中国 科教新国战略的棋子 以及亚投行签署协议书 是否是中国开始制定国际规划呢 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极端争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 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卫视留言板留言 也可以到时时 大家谈Facebook或Twitter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是facebook.com 斜杠BOA BBS 以及Twitter.com 斜杠BOA China 欢迎您跟你来分享 我们的看法以及您的建议 也欢迎您在北京时间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BOA卫视 我是黄耀义 祝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